我们这一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存储过程的一个创建 那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呢 它是为了完成一个特定功能的一个缩刻的一个语句集 这一个语句集也就是我们把很多缩刻语句放在一个执行单元下面 以前我们的缩刻语句是我们写完之后我们加上一个分号 那么这个缩刻语句就去执行了 那我现在需要把众多的缩刻语句也就是不止一条缩刻语句 它是很多条缩刻语句构成的放在一起执行 那么放在一起执行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称之为存储过程 这一个存储过程它是一个预编译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 那么从MySQL 5.0开始就已经支持了存储过程 那么之前的这个版本它是不支持存储过程的 这一个存储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其他编程语言当中写好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当你往这个函数里面去传递这个参数的时候 那么这个函数就去完成了一些功能 也就是说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些结果值 存储过程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把这个存储过程我们写好 我们编译 当这个编译的话 它肯定是确保你没有语法错误 能够编译得通的 如果你编译不通的话 那么这个存储过程它是无法创建的 那么在那个存储过程创建之后 你下次再执行它的时候 你就只需要去通过我们的一个扩命令 去调用这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在我们的一个开发当中呢 它实际上有很多优点 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后面在讲我们的流程控制语句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通过我们存储过程去讲解 我们讲解我们那个举步变量定义 也是通过存储过程去创建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它增强了我们说话语言的这个功能和灵活性 以前我们的说话语言就是简单的增山改查 实际上我们除了这个增山改查之外 我们还可以有我们的一个流程控制 所以我们可以在存储过程里面去实现我们说话的一个流程控制 第二个是存储过程 它是允许标准组件是编程 比如说存储过程创建之后 我们可以在程序当中多次反复的调用 如果你后面你想对这个存储过程进行修改 也是可以的 第三个一个存储过程实现较快的这个执行速度 那么这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 我们以前我们执行的说话语句的时候 我们是首先把这条说话语句写好 写好之后然后再交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服务器这个数据库服务器 它首先会去确定你这一个说话语句是否有语法错误 而我们这个存储过程它是预编译 也就是你在写好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它实际上都已经检查了你的一个语法错误 那么你下次再执行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再去检查你的一个语法错误的 所以它优于我们的一个平常所写这样的一个说话 而第四个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这个存储过程能够减少我们的一个网络流量 你如果要发一个说话语句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库服务器 那么这个说话语句可能是几十行 或者说是几百个这样的一个文本 那么我们存储过程也就是可能发送给数据库的 就是一个存储过程这个名字 这个存储过程这个名字 可能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长度只有几十个长度 所以这一个存储过程它能够减少我们网络这样的一个流量 第五的一个存储过程 它可以作为一种安全机制来充分利用 这一句话也就是我们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指令随去执行这个存储过程 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限的 那么才能够执行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 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所写的这个说话语句 只要你创建好了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 那么都可以去执行它 所以我们这个存储过程呢 它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些优点 好这是关于存储过程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来创建编写一个存储过程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就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DOS环境下面 然后这里面我们要输入的是我们的一个密码 输件之后 那么我们在创建存储过程的时候 第一步啊 我们这个创建存储过程它的一个步骤 创建存储过程它的一个步骤 怎么去创建这个存储过程 首先 你的选中一个数据库 就是我们这个存储过程呢 它是存在某一个数据库下面的 作为这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对象的 所以你首先得选中一个数据库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先选中一个数据库 然后选中这个数据库之后 第二个 就是由于我们这个数据库啊 我们选中了 但是我们在执行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因为这个存储过程 它是有多条缩回一句构成 而我们每条说回语句 它是由分号给它分个开的 而我们在DOS环境下面 每一个分号就代表一个单独的一个执行体 所以你得改变它的一个分号 就是说不让这个分号作为一个结束的一个标记 所以我们第二个就是改变它的一个分割符 第二个步骤 改变分割符 改变分割符的一个含义就是不让不要让分号作为执行结束的一个标记 这里面的话 因为这个分号啊 在我们这一个存储过程里面 它会有很多分号的 因为一个存储过程 它本身就是一个缩回语句的一个集合 而这个缩回语句的一个结束标记都是以分号开始的 那么你想让这个存储过程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执行单元 所以你就应该让这一个分号变成其他的作为它的一个执行结束单元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改变它 怎么改变 在改变的时候啊 这里面我们给加上通常情况下 通常情况下 改变分割符的命令 这里面就是daily meter 我们把这个daily meter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让之前的 分号变成我们这种符号 两个dollar 那么只要你看的是两个dollar的话 那么就认为这是一个结束的一个标记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在这写上daily meter daily meter daily meter 这里面就是已经我们执行的这个daily meter daily meter 当你每次执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要加上一个分号啊 好在里面执行 比如我们现在我们再加一个分号的话 它实际上就不再是我们的一个单独执行单元了 你看我们这里面加上一个分号之后 它还是会有一个换行 而不再是我们的一个结束了 你如果在这里面你看 再加上一个dollar的话 再加上一个dollar分号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再测试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加上一个dollar分号 现在已经就表示它是一个结束了 就在这里面它会有一个提示错误 是low query speech bird的 就说它现在没有什么查询一句 到这里面比如我现在我输出一个 我输出一个select 我输出一个hello出来 那么我要表示这句话结束 怎么表示这句话结束 这个时候表示这句话结束就是dollar分号 这句话就是结束 如果你只是这样去写 select hello这样的话 那么它还是会有换行 它就不再是认为你这个分号表示结束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创建存储过程的时候 它的一个比较难于理解的地方 就是需要我们去改变它的一个分割符 那这时候你要改变它结束 你就加上一个dollar 好改变符员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创建存储过程之前呢 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分割符的一个命令 接下来我们就创建存储过程 它的一个语法 这一个单词 它就表示是一个存储过程 我们创建 然后存储过程的一个名字呢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命令规则去定义 那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就给它定义成一个hello 那么定义成一个hello之后 这里面的话我就需要传参 如果你在这里面没有参数的话 你也得把这一个括号给它加上 这个就像是我们定义的一个函数一样 我们定义函数的话 即便是这个函数里面没有参数 我们也会把这个括号给加上 后面就是一个begin 那这里面比如我想写入很多 比如我写入一个hello 然后分号 然后再写入一个select的word 好然后end 结束之后 结束的一个命令 就是dollar 分号 这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创建好这个存储过程 好 创建好这个存储过程之后 那么以前我们是以两个dollar符号 开始的 就表示它的一个 表示这一块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执行单元 这一块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执行单元 那么你后面想把它改变过来 就是我现在怎么改改变过来 我就恢复恢复恢复我之前的daily leader 恢复这个恢复的一个命令就是将 将这个dollar变成我们的一个分号还是以我们分号作为它的一个结束的一个标记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写上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存储过程就是一个call 调用 那么调这个存储过程就是p hello就可以了 然后封号 这里面我们就给它输出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创建的第一个存储过程 这是我们刚才创建存储过程 然后第三个一个 这就是我们创建存储过程 创建存储过程 而第四个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的执行存储过程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那么在这一讲当中呢 我们就需要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主要就是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创建存储过程之前呢 我们要选中一个数据库 也就是说我们要选中这个数据库 这一个数据库选中之后 那么我们再改变它的一个分割服 就说不要让这一个分号 作为它的一个结束标记 因为这一个分号的话 它在我们存储过程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一个存储过程 它是多小说会一句的集合 它里面就有可能会有很多个分号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改变 这一个分割服 也就是不让这个分号作为它的一个结束符号 那我们用的这个命令就是dany meter 好 然后我们就是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语义法 刚才也给大家 看到我们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它的一个语义法 cretile posterdual 然后phello就是我这个存储过程名字 然后就是加上一个begin 上面就是一个end 里面的话 这里面的话就是一个说会语的一个集合 然后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用我们之前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结束符号 这个存储过程创建好之后呢 那我们要恢复 就是把之前的这个dolar啊 两个dolar作为它的一个结束 我们现在又给它恢复为 用分号作为它的一个结束 因为我们后面要调用 调用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的是corphello 输出出来 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线的代价格